我覺得我們還是買個 即刻救援囉 你是說出遊的過程可能小孩被劫走 然後就是爸爸突然變成蓮恩尼去 然後要負責把小孩救回來 是吧 是這樣的故事嗎 我們今天要來玩的這個遊戲呢 是 叫我大導演 就是一個星探遊戲 培養你的巨星的遊戲 它的內容其實就是 你可以培養你的巨星 培養他們 幫他們拍電影 幫他們來幫你的公司賺錢 那奧斯卡 其實是一個蠻豐富的養成遊戲 而且它劇情其實還蠻豐富的 是很熱騰騰的新遊戲 它開服的活動送蠻多東西的 它有送一些千道理 然後一些鑽石啊 還有一些星探看 現在呢 我們要 成立一個 經濟公司 我們要 身世很浩大 叫個 瑞娜影城好了 感覺就是會成功的樣子 瑞娜影城影業正式官圈 進駐營都某區 創學人保持神秘未現身 首場發布會吸引不少媒體記者前來 但影業同行代表僅有數人 是因為大家看不起我 是不是大家看不起我 他們覺得我 現在還沒有 還沒有出頭 所以他們就不想來 趕快 然是你們有沒有人 想成為明星啊 就是現在 就是現在的把握機會 哎呦 三位 稍等一下 第一個藝人肯定要慎重的吧 你們知不知道 第一個藝人 我們要選會賣座的 那我們就要評估它的屬性 它有三種屬性 呃 像這個的話是 它是拍槍戰 潛入場景 戰爭屬性 它適合拍戰爭片 然後再來這個是 補妝片 然後這支的是科幻片 我覺得這個長得很像 史嘉蕾 喬汗森 是不是很像 很難找到 比他更性感的科幻片主角 那就選他了 選你了 你要叫什麼 嗯 那就叫黑鴨鴨好了 黑鴨鴨 票房黑鴨鴨 幫我賺錢 來第一步 希望是科幻片 希望是科幻片 馬上幫你拍一個科幻片 黑鴨鴨 科幻片適合你 就是一開始它會分 戰爭古裝跟科幻 你可以選 就是你要哪一種 就是看你想要的類型 然後去選 就是一開始我是選科幻啦 好 我們來開拍 我們公司剛成立 只能拍這種 低等的 無處不在的提納 手環的主人 好像都很符合我們的藝人專長 提納獲得超能力 喔 這個很像露西的感覺 換個更響亮的名字 唉 這什麼 無處不在的提納 肯定不會賣座的 這種科幻片要叫什麼名字 我跟你們講 這個呢 我覺得這片要叫好嗎 報告班長 應該會賣座吧 報告班長肯定賣座了吧 對不對 大賣特賣 賣破好幾億票房 好 我們報告班長就派這個黑鴨鴨出演 感覺工資要倒了 即將要賣座了 報告班長要轟動影壇了 全國上映囉 好像是評價 3.9 居然是有兩顆星啊 我覺得是因為我們太多靈演了 如果說我們要就是找到新的藝人的話 我們要透過星探 他會先讓你拿到 這是他會有給你一個鑽石星探 讓你去找新人 明星有分三種等級 一個是就是巨星 再來是巨星最高 再來是明星 我現在手上這隻黑鴨鴨 他是明星 我怎麼那麼懂我是被找過 因為我是巨星啊 不然我怎麼可以成立這公司 你問這個問題 我想你是不了解我 我本人就是一個巨星 Superstar OK 所以我才認識這些心態 我才請他們去幫我找藝人 OK 沒關係我們等等再 我跟你說 他開服活動會送很多抽 很多抽卡的喜慧 但是要先把他的任務完成 就是你初期的任務都完成 你就可以拿108抽 而且一定會避除巨星 開拍開拍 再拍一個 來看這個 這是恐怖片吧 老闆 可是我們要拍哪一個劇本 可是我手上的演員都是科幻片 下一部你的眼光非常精準 大家也都在期待 我們下一部電影是 要不要幫我們的電影 換個更響亮的名字 換你們取名字了 快點 你們取名字 這部影片是什麼 內容我看一下喔 少年蕾茲意外獲得一枚強大的手環 可是他不知道他身上 背負了一份沉重的責任 要不要幫我們的電影 換個更響亮的名字 蕾茲的情婦 好嗎 那蕾茲的情婦好像不錯喔 蕾茲的情婦 這是科幻片欸 看起來不像科幻片 確定 叮叮叮叮 看看這次藝人對劇本角色的發揮成功 有欸 性感 你看 蕾茲的情婦符符合我的演員性感的要素 這部片應該算敘事片吧 搭青囉 耶 票房市益好像有點低欸 我剛剛那一部好像有道理 欸 6.2欸 比剛剛那一部還高 電影會在影院持續上映幾天 我們來看看電影的票房和觀眾的意見吧 想吐槽找不到對象 整個影廳就我一個人 這 這是 這是別家的來罵的吧 感覺很好看欸 對不對 這肯定是敵對的那個影業公司那邊 惡意匹皮抹黑 欸 票房很高欸 1722 還行吧 怎麼覺得我們這個公司好像都拍一些爛片啊 我們要趕快加油欸 公司評級上升了 第9名 拍了電影的那些藝人應該都提升了經驗 你就可以把它就是用金幣 然後跟那個經驗卡去升級 老闆好厲害喔 升級 感覺你什麼都懂 完全不像是第一次開電影公司的 那是當然 因為我本身就是超級巨星 我想你是不知道吧 是因為我的秘書居然連這個都不知道 領東西的時間到了 欸 他一開始開服送超多鑽石的 他除了送輕探卡還有送鑽石 而且還有送一些抽卡機 那我們來推廣一下 這可以宣傳 還沒見這個版全部 簽了一個新的藝人 蘇雅 他擅長是拜金角色 他應該本身就很會拜金吧 等等 我們的藝人有點問題 怎麼都是這些拐瓜裂藻 我必須 好好整對一下 我們先來抽鑽石這個藝人 好 我想要心願題材 你們想要抽哪一種 犯罪片 內製片 災難片 犯罪片 好 我們就是選這個犯罪 犯罪片就很有深度 要哭也能哭 要犯罪也能犯罪 要壞也能壞 所以犯罪片其實是非常多的 不同的這個系路 抽一個 確定是犯罪的 再一個 再一個 欸 明星 這個 蘇珊娜 要幫她選一個名字好不好 冰冰姐好了 嗯 一次難忘的出遊 這部片看起來很不會賣座欸 講述一天明星爸爸帶著兒子動物園的故事 這部片可以把它變成什麼樣啊 它這會賣座嗎 我覺得這肯定不會賣欸 我覺得我們還是買個 即刻救援喔 你是說 你是說出遊的過程 可能小孩被劫走 然後就是爸爸突然變成連恩離去 然後要負責把小孩救回來 是吧 是這樣的故事嗎 我會找到你 我會殺你 欸 有料 有料 我覺得你說得很好 就是這種故事 這就是我們要看到的 大場面 即刻救援 動物園 欸 有變高 有變高 好像比上一部還高 好像比上一部高欸 即刻救援之動物園破紀錄了 你們看到嗎 哇 拿到劇本了 完成第五個城市的宣傳 好爽 好多東西可以拿 這種感覺真好 該殺青了 花起來很爽 對 沒錯 在這遊戲裡面體驗什麼是富豪的感覺 你又可以當明星 還可以當那個老闆 什麼都體驗過了 人生就是這樣樸實的無華好不好 那這個遊戲就是叫叫我大導演 然後現在用我的這個專屬連結 然後再 就是你在輸入專屬禮包嗎 Arena ENA 還有開服禮包嗎 VIP666就可以拿到開服禮包跟專屬禮包 對 然後現在又有開服活動 然後會送蠻多抽 總共送差不多108抽 所以就只要照著完成 可以很快可以得到你要拿到東西 然後還有鑽石啊 跟很多的那個經驗卡啊 秘書課程啊 什麼之類的 這遊戲推薦給你們 哇 今天就趕快下載起來囉 一圓你的導演夢一起角逐奧斯卡 那些人 應該是給你 這個單一圓 這位女人